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军对身边的人必须保持适度的距离 否则就会危及自身安全 当然这里所谓国家安全和国家本身的关系不大 只是说国家的所有权可能发生转移 这个道理就是身不害的那一套 你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给国军讲这种道理本身就是一种表忠心的态度 言下之意是 我考虑的一切都是为您着想 为您的个人利益着想 接下来就要从大原则引向具体势力了 如今的秦国就连妇女儿童都在谈论商鞅的法力 却没有人谈论大王您的法力 简直商鞅变成了国君 大王您反而变成臣子了 何况商鞅原本就是您的仇人 希望您好好考虑一下 惠文王显然听进去了 这才有了商鞅惨遭撤裂的结局 战国策里的言论 尤其是这一类见不得光的密谋言论 可信度都要打个问号 但是正是因为这段话 很可能是出于游说之事的虚构 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些游说之事 对商鞅结局的理想构思 那就是让秦孝公深明大义 主动善让 否则的话 就算商鞅提交辞呈 甘心退出权力场 权力场上的人也不可能轻饶了他 换句话说 在秦孝公的弥留之际 商鞅只有进路 没有退路 进路虽然荆棘密布 但总还有一线升级 闯出去就是光风际月 退路啊 却只有刀山火海 商鞅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 可以参照 但商鞅的生死存亡 变成了后人参照的宝贵经验 曹操就是典型 不管舆论怎么逼他 他都不肯交出权力 还为此写了一篇 让宪自明本质令的高调表态 说自己啊 一旦退出权力场 根本不会有养化重灾的悠闲日子 因为政敌不可能放过自己 等到曹丕专权的时候 更上一层楼 还真就让汉宪帝搞善让了 后人容易从大逆不道和利欲熏心的角度 解释曹丕 而在曹丕的位置上 就像在曹操和商鞅的位置上一样 仇家太多 早已经有进无退了 一旦赢过 却再也输不起 汉宪帝善为曹丕 纯属 卑鄙无奈 但从战国策的说法来看 秦孝公善为商鞅 倒很像是真心实意的 果真如此的话 以商鞅的为人 身上显然不会有任何道德包袱 那为什么没有接受秦孝公的好意呢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 无论秦孝公的善让 还是商鞅的拒绝 都是虚构 战国中叶很流行过善让理论 学者们的著书历说 大声疾呼 希望国军们可以提升思想觉悟 通过善让的举动 完成伟大的道德升华 然后流芳百世 真有国军被这番论调 忽悠住了 主动退位 让嫌给国家总理 在国际社会掀起了狂风巨浪 这段内容 辞职通鉴很快就会讲到 在商鞅的时代 善让的舆论虽然有了 但还没有哪位国军 真的这么做过 善让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 一大经典难题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 儒家总在宣传美好的往戏 那时候 姚把领袖地位善让给顺 顺又把领袖地位善让给渝 两位圣王 大共无私 高风亮节 但是作为战国时代的 最后一位大儒 荀子可不这么认为 荀子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叫正论 顾名思义 用正确的说法反驳 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歪理邪说 被荀子猛烈批评的歪理之一 就是善让理论 在荀子看来 所谓摇顺善让 无论在事实上 还是在道理上 统统站不住脚 但是从这个观点上说 你就很容易理解 荀子在儒家阵营里 为什么特别另类 他的作品 为什么在秦汉以后 长期被冷落 直到清朝编修 四库全书的时候 官方才正式为荀子证明 说他的书啊 完全当得起 儒家体系里的经典著作 荀子对善让志的批判 无论在不在里 至少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善让学说 在战国时代 一定很流行 否则荀子 没必要这样 大张旗鼓 来做反对文章 那么新问题是 这种观念 到底是怎么流行 起来的呢 进入二十世纪 古史变派掀起 遗古思潮 认为尧顺的善让故事 完全出于 莫家学派的捏造 然后这套说辞 很快就被儒家采纳 两派啊 一起拿虚假论据 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事情 要怪在莫家头上呢 因为莫家有上贤的主张 认为在政治结构的位阶上 贤能胜过血统 这个呢 很容易理解 就像老板追求公司发展 一定要把能力突出的人 安排在相应的岗位上 但问题是 如果这位老板啊 有一天发现 某个员工 比自己更适合做老板 更有能力带领这家公司 平步清云 他该不该拱手让弦 把整个公司 交给这名员工呢 用今天的观念来看 老板把管理权 交给他就可以了 自己啊 做个甩手掌柜 从此闭门家中做 钱从天上来 这正是股份制和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在 墨家的逻辑里 如果把上贤的概念 推演到极致 结果必然 就是善让 先秦史学家 童书叶有一篇经典论文 叫做 先秦妻子思想研究 其中呢 有这样一句概述 上贤的极致 就是善让 1993年 湖北省京门市 郭殿楚牧 出土了一批主简 其中有一篇 唐瑜之道 高度赞颂 善让美德 就在第二年 上海博物馆 从香港文物市场 收购了两批战国主简 其中 紫高和荣成士两篇 也是善让志的吹鼓手 这些文献都属于 战国中业的作品 可见当时的社会上 正在流传这种主张 这样看来 战国策里边 秦孝公想要善未商鞅的描写 大概啊 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吧 大胆设想一下 假如秦孝公 真的善未商鞅 商鞅还真的接受的话 局面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大概率上啊 国内会有贵族集团联手反扑 国际社会也会横加干涉 绝不容许善让 这种邪恶行径 玷恶社会 的确 当不久之后 有真实的善让事件发生之后 很快就被国内反对势力 和国际武装干涉联手绞杀 你可能不理解 善让这样的伟大情操 怎么就变成邪恶了呢 再说了 就算退一万步 善让真是坏事 但战国列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正义感了呢 秦孝倒也不难理解 各国诸侯除了 及个别被善让理论 成功洗脑之外 谁都不愿意 把祖祖辈辈辛苦打下来的家业 拱手让给外人 善让理论 一旦有了成功的实力 自然人心浮动 本国野心家一定不甘寂寞 所以对这种歪理邪说 必须赶尽杀绝 但为什么善让理论 还能存活相当之久呢 大约呢 它就像一面双刃剑 另一面的封刃 可以在貌似不经意间 削弱周天子的统治合法性 也就从战国列强的肩上 卸下了服从周天子的义务 最后 让我们回到商鞅 是否可能善始善终的问题 善让之路既然走不通 有没有实际一点的方案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